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473集 你也气负我 白小春搭了着脸 看着白林远去后又看向李洪明 李洪明似笑非笑 扫了眼白小春甘笑了一声 小春 恭喜你被君主看重 亲子正来加入我剥辟军 要知道能被君主亲自征用 这可是莫大的荣耀 多少年来 君主也只征用过三个人而已 你是第四个 白小春是心底悲气 他不想成为第四个呀 可如今没有办法了 只能认命 苦笑着 跟着李洪明离开了侧门 白小春一步一回头 看着那近在眼前 可又远在天边的侧门 他觉得自己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人生 失去了梦想 为什么会这样啊 白小春内心连连叹息 自怨自爱的随着李洪明去领取了一套紫色的战甲 虽说穿在身上后他整个人看起来鹦鹉了不少 可白小春依旧是开心不起来 一路上李洪明更热情了 不断的介绍薄皮军的历史 说的极为详细 白小春无精打采的听着 直至来到了白林要求去白小春所去的公甲阁 这是一处足有上百个单独的阁楼被圈在一起的区域 死地守护森严 李洪明身为千副长 进入这里也要被层层的审查之后才被放行 公甲阁是我薄皮军的重地之一 只有炼药炼服以及炼宝方面的大师才可以居住在这里 小春你很被君主看中啊 李洪明感叹着走入这公甲阁后 白小春也察觉到这里与其他地方不一样 更为幽静不舒 甚至灵力居然都淫以蕴涵 这一幕让白小春很是惊奇 不过途中遇到了一些在这公甲阁内的修士 大斗神情居傲 李洪明上前拜见时 这些人如没有看见一样毫不理会 这就让白小春生气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白小春看到李洪明被冷落 说了一句 小春啊 这些人都是大师 战争一切所需都需要他们来供应 无妨的 李洪明一笑安慰几句 直至将白小春送到了公甲阁内的第七处阁楼后 李洪明笑着开口 小春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 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李洪明又叮嘱了几句 这才转身离去 白小春闷闷不乐的目送李洪明远去 这才转身踏入这为他准备的居所 此地范围不小 战地足有数千丈 除了一栋三层阁楼外 四周则是庞大的院子 这院子青石铺路很是整齐 散出微弱的灵气 使得修士在这里 即便是天地灵气 稀薄的近乎感受不到 可有着灵石的滋润会好过不少 查看一番 即便白小春不想在长城驻扎 可还是觉得这居所非常不错 甚至不远处 还有一片被开辟出的湖泊 湖水清澈 这在长城内外是很难见到的 与白小春这一路上所看到的黑水比较 这清澈的湖水 让他不由的心神都安静了不少 罢了罢了 只能留下了 白小春叹了口气 来到湖泊旁坐下 琢磨着自己未来的路 看着湖水内有三条金色的鲤鱼 正在游走 这些鲤鱼须子很长 一看就知道活了不少岁月 且身体时而半透明 显然绝非凡匹 而是可以入药之物 在这里养龙鱼 此鱼差不多有甲子岁月了 外面极为罕见 是炼制鱼龙蛋的主要 白小春多看了几眼 想着一路走来看到的那些阁楼都有牌号 数字越小 则院子更大 显然环境与匹配也更齐全 如他所在的这七号阁楼 应该是整个公甲阁内的顶尖庭院了 这龙鱼自然也是属于这庭院所有 如今可以说是属于白小春了 不过按照记载 龙鱼群聚才对啊 怎么只有三条 白小春有些诧异 也没多想 继续思索时忽然他神色一动 猛的抬头 立刻就看到 在他隔壁的庭院内 竟有一道身影 呼啸而来 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竟没有处罚禁止 直接飞跃到了白小春的院子内 那是一个神色高傲 模样消瘦的老者 修为结单后期的样子 刚一踏入 他就看到了白小春 愣了一下 没有说话 直接走到湖边 当着白小春的面 竟右手抬起 向着湖水内一抓 一把就抓起了一条龙鱼 转身就走 白小春愣了 他从来没见过 如此目中无人之辈 明明看到 自己在这里 居然装作没看到 当着自己面 抓走宝鱼 他本就因被强行留下而郁闷 此刻起身怒道 你干什么呀 也要 老者没有停顿 继续前行 被君主欺负也就罢了 你也来欺负我 白小春心底的愤懑彻底爆发 目中露出冷力之忙 右手抬起 隔空一抓 眉心第三幕瞬间打开 自过轰的一声扩散开来 那老者灭色一别 想要后退 却来不及了 勉强阻挡了一下 昏明中 老者手中的龙鱼 直接被白小春 隔空一把抓了回来 扔回了湖水内 白小春袖子一甩 他此刻也明白了 这里的龙鱼之前必定不少 不过都是被人这么取走了 很有可能都是这老者所为 那老者面色难看 退后几步盯着白小春 忽然冷笑起来 老夫在弟子八号庭院居住多年 还从来没看到如此狂妄之人 这弟子七号庭院的龙鱼 老夫想取就取 至于你 区区小玩 我看你能在这里 畅狂多久 郭噪 白小春本就心烦 听到这句话后 身体向前一步走出 寒气猛然爆发 顿时 这四周瞬间笼罩冰寒之中 湖水更是咔咔声响 直接冰封 他的身体 如睡衣一样 直接就出现在了老者的面前 老者面色一变 想要后退 可白小春紧乎瞬移 刹那出现后 右手握拳 直接一拳轰出 这一拳 甚至夹杂了白小春一缕 人山爵之意 仿佛山峰压顶 轰鸣节 那老者喷出鲜血 身体猛的后退 惨恨中 直接倒退出了数百丈外 滚 死地龙鱼 从此之后 姓白了 白小春开口 那老者 墓中露出怨毒 头也不回 转身就走 打发了 这墓中无人 更无理取闹的老者 白小春的心情 才舒缓了一些 坐在湖边 时间慢慢流逝 很快就到了黄昏 看着夕阳散发出 浑暗的光芒 白小春皱着眉头 正要起身时 忽然转头 看向远处天空 几乎在他看去的瞬间 天空上有几道长红 如奔雷一样呼啸而来 直奔白小春 所在之地 刹那降临 露出了三道人影 当手之人 正是穿着一身黑袍的白梨 他面无表情 走向白小春 在他身后还跟着两个老者 这二人身上煞气弥漫 竟都是原因修为 随着白林走来时 目光落在白小春身上 不断打量 似很惊奇的样子 拜见君主 白小春眼看三人到来 立刻起身 眼巴巴的看着走来的白林 白林看了看白小春 可还习惯这里的环境 那个 还好吧 就是太安静了 白小春眨了眨眼 小心的说道 林涛 安排一些侍女过来 负责白小春日后的起居 白林文言 回头看了眼身后左侧的老者 那老者点头 立刻取出欲解 传令下去 白小春一睁 琢磨着自己一句话 居然这么好用吗 正想着 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白林看着眼前清澈的湖泊 缓缓开口 长城存在的岁月 比星空到极宗还要久远 你能想象得到 在这座城池内 在若干年前 有多少修士 与此处征战 与此处 抵抗蛮荒吗 太多太多了 铁血汤五大军团 也只是这几万年 才驻扎在此地而已 一代代人来了 陨落了 离去了 可长城还在 如今的长城内 五大军团 虽有竞争 可彼此还算和睦 分别负责不同曲 守护长城 阻止蛮荒踏入 白里 目光从湖水上抬起 看向远方天地 悠悠地说道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